全國各地的林業部門 從非法養殖廠救助出來的徐彈雄 由我們來照顧和看護的 一共救助了286頭黑熊 我叫羅文娟,是四川農橋黑熊救護中心的一名飼養員 也是86頭熊的熊保母 我剛來的時候,就遇到我們中心救助了60多頭熊 一大卡車的熊從狭小的農子裏面抬出來 有的肚子上的導管上面會有農業、血液 給人感覺有時候就覺得好像發生了一個重大車禍 人一靠近它,它就會發出各種各樣的動作 聲響來警示你不要靠近我 現在回想起那種場面還是有點觸目驚心 建立中心以來,接近200頭熊都已經離開了我們 都會給牠辦一個贈禮 以免懷我們對牠的愛到 其中有一頭熊叫平平,特別乖 牠的病情已經到了特別惡化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熊區給牠立即食肆安樂死 我到現在都忘不了牠那種眼神 一直把所有的人給看著 到最後一針安樂死,完了以後 牠那個眼睛給閉上 就給自己的親人失去了 那種心情是一樣的 我們都不輕易踏進那個地方 就覺得整個空氣都是凝固的 有的熊是從一生下來就沒有見過草地 在籠子裡邊待了幾十年 我們盡量地恢復牠的野外的生存環境 比如說我們會在我們的熊區裡設立很多的樹莊 會給牠放很多的石頭堆 嘴泥洞 會有汗坑 大部分的熊都是做了膽囊切除手術的 沒有辦法去消化肉類的食物 我們一般就給的是蔬菜,還有堅果 我們會把植物拆進這個孔裡邊 把牠的食物放在高低不同的地方 我們一拉開那個吊門的時候 牠們會速度一下 以牠們最快的速度衝向那個食物 讓牠們通過尋找食物 恢復牠們的嗅覺 剝牠們的爪子 每天用的玩具都是不一樣的 讓這些黑熊的生活不那麼枯燥 第一次接觸到熊社的時候 我站在門口,一直都沒進去 我害怕,牠是熊啊,牠會咬人啊 現在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會想到會不會對牠造成一定的影響 比如說我去餵藥的時候 我們會將藥片放到棉花糖裡邊 外面裹一層牠喜歡吃的 比如說蜂蜜、煉奶 就跟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 牠會把你看一眼 嘴巴張大,舌頭伸出來 把這個東西捲進去,不會咬你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牠對我的信任 我一週有五天的時間去陪伴這些熊 然後陪自己的孩子,卻只有兩天 其實我覺得熊應該算是我的另一個孩子 很多朋友、親戚、家屬這些 都說我在這裡坐不久 結果我還是堅持了九年 在這裡能感受到物質以外的東西 是一種精神的寄託 在這裡,按讚,家屬這樣 影片下 dismiss 格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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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文安